今天上週有這個課程介紹講過了之後 現在我們就接下來正式的課程內容開始 其實我們上週有講到一些內容 所以如果你錯過的請你要看一下 因為這個都可能跟考試 或者是我們的之後有那個自我測驗的這個作業 但是這個作業是選擇題讓你選而已 但是那個分數會記錄品是成績的 好那慢慢來 所以各位上週有機會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影片 好來今天我們來開始講一個從怎麼去認方位開始 OK好不好 因為天文其實最重要不是說要交男女朋友 很多人都會覺得天文這麼浪漫的東西 應該是交男女朋友很棒的 沒錯其實也許剛開始在交往的時候還不錯 但是交往久了之後呢 像我現在我太太每次都會講說 你又在講那同一套都是那些東西 所以她不愛聽 所以你不要想說是這樣子 但是呢 也不要想說你上完這個課 你還是指著這個 還是帶著女朋友 然後你來看一下天邊最亮的那一刻就是北極星 哇那慘了 那這門課應該要把你當掉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也會跟各位提到一些天文的基本常識 OK 好來我們就往下 來首先呢第一次有很多人是第一次跟我見面 好我也是第一次跟各位見面 所以送各位一首詩 這首詩應該有聽過吧 杜甫的正位八處詩 其中呢 第一句 我只要送第一句就好 人生不相見 動如身與傷 這念身 不念餐 傷 好 精細複合細 供此燈燭光 好 這句前面是什麼呢 這個是杜甫 他贈給他友人說 我們好久都沒有像 都很難見到面 就好像生跟傷一樣 生跟傷是什麼 生跟傷是天上的兩顆星 其實杜甫很厲害 杜甫 你不要說杜甫 蘇東坡也很厲害 很多幾個詩人其實對天上的心心 是很清楚的 好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動如身與傷 精細複合細 供此燈燭光 為什麼要用身與傷呢 來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知道 這首詩的生與傷 分別代表天上的哪兩個星星 有沒有人知道 然後呢 別忘記了 我再次強調 在課堂上 我這種開放性的問題 你隨時可以查手機 沒關係 你查到了 舉手回答 如果你這種開放性問題 你回答對了 我就總成績加兩分 總成績加兩分 你不要小看這兩分 極少成多 我說有人一學期之後 加分就加了四十分 相當於他期末考可以不要考了 但是真的不要說不要考了 起碼考試要去到考場去寫個名字 不然你沒寫名字 那個缺了 你那三十分 那個期末考三十分就沒了 總成績三十分 來有人要回答嗎 來 神秀跟星秀 神秀跟星秀 但是特別指了一顆星 神秀是三顆星 神秀是三顆星 但是特別指的 神秀其實不只三顆 總共有七顆星 來 有人要回答嗎 來 天蝦座跟天蝦座 那指這兩個星座 我說兩顆星 各就是這兩個星座的各一顆星 特別指他 來 還有沒有人要回答 來 再說一次 來 太白金星 不是 不是 好啦 我直接公佈答案 有人要打 來 你說 蛤 神秀三 沒有 不是 答對 答錯了 來 我講正確答案 同一顆 不是同一顆 神指的是 冬天看到的星座 獵戶座 肩膀 右肩膀的這一顆星 叫做 神秀四 還有 別忘記喔 秀是哪個秀 住宿的宿 住一宿 念破音字 念秀 天上的星星 真的 我有時候到了其中的時候 有人馬上還 老師 那個 我這一顆是 參數四 兩個音都念錯 是 神 秀 四 這顆星 是紅色的星星 另外一個 山 這個是 夏天 一個很漂亮的星座 叫做 天蠍座 在座是天蠍座 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有幾位天蠍座 很不錯 來 到時候我會再講 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每個星座的特性是什麼 有機會再跟各位 這是有點沾心方面的 天蠍座 心臟部位有一顆星 真正的中國星名叫做 心臟的星 住宿的宿念破音字 是 心秀 二 你們開始會覺得有點困難 這些中國星名 比較亮的星星 我要各位把名字記下來 因為 我不希望各位以後再 再跟人家講天上的星星的時候 這顆亮星跟那顆亮星連線 可以找到另外一顆亮星 都只是亮星亮星亮星 所以要知道名字 這個冬季星空 我們在學期末前會教到 獵戶座的肩膀 右肩膀的 身秀四 以及天蠍座的心臟 那顆星也正好是紅色的 心秀二 兩顆星星在天上距離 將近是180度 一個在這邊 可能一個在這邊 然後 哪一顆星星 要從東邊地平升起的時候 另外一顆星星就會從西方的地平落下 兩顆星很難碰到面 所以呢 這個杜甫就寫這首詩給他的友人說 哎呀我們平常很難碰到面 就好像天上的 身秀四跟星秀二一樣 今天是什麼樣的晚上 可以讓我們 共用這個燭光 可以讓我們共聚一趟 這真是一個難得的緣分 所以 我們今天 都在同一個 燭光之下 我們也是很難得的緣分 所以 這首詩 送給各位 同時 這首詩當中 點出了 我們天文當中 組一要了解的東西 好來 我們方位辨認 重點是 找到 北極星 對吧 就知道北方在哪裡 上週 有人 有同學已經在手機上 我有請大家手機上下載一個APP 哪一個APP 來趕快 舉手我交代 來 來 我先以舉手的 來 STAR WALK 2 OK 請各位在手機上下載 STAR 星星 WALK 走路 二 STAR WALK 2 OK 你選擇那個 有廣告版的 那個是不用錢的 好不好 但是功能已經很多了 你用這個東西去 那個 在 在那個 你就去動一動 它的陀螺儀 就可以偵測到 北極星 大概在哪個位置 你動一動看看 就知道了 OK 所以我們找到北極星 就知道北方在哪裡 所以你看 假設這個布幕是北方 我說假設 這個布幕是北方 那請問各位的 右手邊 是哪一方 這四選一而已 不要舉手 我說 比較選擇 那種就是 大概你就是 範圍太限定的 這種四選一的 我們就不舉手 好不好 舉手沒有 講的沒有加分 我說比較開放的 各位的左手邊 各位的右手邊是 哪一方 東方還是西方 答案是東方 來 假設北方 請你面向北方 這時候用順時針 轉九十度 就是東 轉九十度 就是南 再轉九十度 就是西 可以嗎 好 那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講 北極星沒有很亮 北極星只是一個叫做二等星 什麼叫二等星 數字越大 代表越暗 請記住 我們天文的星等 數字越大 代表越暗 數字越小 甚至小到負的 負的越多 代表月亮 太陽 負二十六等 滿月的月亮 負十二點多等 所以都負的 OK 所以二等星很暗 我跟各位講 在台北市這種有光害的地方 嚴格來講 我們的眼睛極限 看到二等星就已經很偷笑了 看到二等星就很偷笑 所以二等星沒有很亮 不容易尋找 所以我們要靠的是 春天跟夏天可以靠大雄座的北斗七星 那秋冬呢 可以靠五顆星向W 或者是向麥當勞的M 可以找到 那個叫做先後座 可以找北極星 好 來 接下來我請大家看一下 來我關個燈 先全關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再開 來 請各位幫我看一下 北斗七星 是在這個黃色畫面的 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還是中間 中間 喔 不錯 很多人答案講中間 這個對不對 答案是錯的 正確答案是右邊 好 右邊這邊 來看一下 不是這個喔 是在這裡喔 1 2 3 4 5 6 7 這七個 這個是小熊星座的七顆星 那嚴格來想 如果各位如果去野外看 你大概這些星星看的沒有那麼清楚 頂多看到了一顆兩顆跟這一顆 稍微還可以看得到 那這七顆星幾乎大多數都很清楚 OK 好 那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的這個彎 我們通常叫這個叫做斗柄 這叫斗勺 斗勺感覺是裝水的 你把它平放在地上 你可以想像喔 你把它平放在地上 假設這邊地面在這 它放著 那水從這裡裝對不對 那這個餅是不是往地上彎 往地上彎 那這小熊星座的這七顆星 如果你今天把它這邊當一個平地 這邊要裝水 這個餅是不是遠離地面彎 你可以從這個特徵去查出 它到底是小熊星座的這七顆星 還是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 好 來 有沒有人 再來喔 又要開始問喔 又要加分的機會喔 答對的喔 我大概就是下課再找我加分 但是你要記住你答對什麼題目 我會問你 所以你答的是什麼 你不要到說我答是什麼都忘記了 好不好 來 北斗七星的那個七個星的名字 有誰能夠說得出來 好來 後面 沒關係 好我遵許你不照順序 開陽 開陽 好一個算一顆星 蛤 再 再一分鐘 蛤 我提不太清楚 可以加一分 不行啊 欸我七個星唸完才兩分 那你現在一顆星就一分 沒有喔 來這邊答你先 有岐天舒天玄天疾天憲天啼 還有一個 你只念了六 禹光 ok 好來 有人答對七顆星了喔 天舒天玄天嬌天拳 玉衡開陽遙光 記住一下喔 天舒天玄天雞天拳 玉衡開陽遙光 唉 在座有沒有金庸謎 有沒有金庸小說的金庸謎 有沒有,如果你金庸銘又有加分的機會 來,我問一下 金庸小說裡面 曾經把一個 有一個教派 把北斗齊心 當成他的某一個 政事 一個政 就是要擺政 哪一個教派 然後擺在哪一個政 那政 你可以講,如果有政事 你可以講,來,你要講什麼 來,你會 哪一聲 全真教 全真教,很好 他排成什麼政 七星北斗陣 七星北斗陣不對 來,有沒有人要講什麼 那個 天鋼北斗陣 天鋼北斗陣,答對了 好,來,沒關係啦 兩個都可以各加兩分 好不好 各加兩分 然後不要忘記 天鋼的鋼怎麼寫 上面一個四 下面一個陣 天鋼北斗陣 天鋼北斗陣 再來 我陸續很多問題 請問 這個招式在哪一本書看到 來,後面 射雕英雄傳 不對 再來 還有沒有 來 神雕俠律 射雕英雄傳裡面 倒沒有提到 他有提到全真教 但是沒有提到天鋼北斗陣 OK 所以反而在射雕英雄傳裡面才提到 而且射雕英雄傳裡面提到的是說 有一次 欸 郭靖 郭靖 就是射雕英雄傳裡面的主角 郭靖帶著神雕俠律裡面的那個主角 楊過 郭靖帶著楊過 楊過那時候還小 帶上那個全真教那邊 郭靖要把楊過托給全真教來教武功 結果呢 全真教的人都誤以為他是那個 誤以為他是那個蒙古來的人 所以大家 當時所有大小的徒子徒孫 全部都擺出了天鋼北斗陣 在對付郭靖 結果郭靖 站到某一顆星的位置 就制住了整個北斗七星 雖然我們上面的星星數有限 但是呢 沒關係 我加分的機會 你覺得站在哪一顆星 制住了天鋼北斗陣 有人要猜猜看嗎 天拳不對 先舉手再回答我才有加分吧 你有在底下講的沒有加分 有沒有人在挑戰看看 再三次機會好不好 來 天書 天書不對 再來 玉衡 玉衡也不對 再來 剩一個機會 最後 遙光也不對 正確答案是 我說這上面的星星 我沒有說這支 這七顆 它站在的是 這一顆 就叫做北極星 這一顆北極星 來看一下 真正的名稱叫做 勾成一 是北極星 是現在的北極星 我為什麼這樣講 蛤 對北極星會換人 沒錯 北極星不是只有這一顆 今天我們不是北極星 我們現在的北極星是他 各位知道嗎 孔子時代的北極星是他 埃及時代的北極星是他 為什麼會一直這樣子 好 來 我先問 我先講一個 孔子在倫語當中 曾經有一句話 不知道各位聽過沒有 那句話叫做 為正已得 譬如北塵 居其所而眾心拱之 有聽過嗎 好 好 我開個 你幫我控制燈好 來幫我開個燈一下 謝謝 全部開 先全部開 我寫在這裡 唯正已得 好 譬如北塵 然後呢 居其所而眾心拱之 好 孔子的意思是說 如果皇帝他用德性來施政的話 那就會像是北塵 北塵就是指北極星 只要能夠坐在他自己的位置就好 其他的人民就會像所有星星一樣 圍繞著你打撞 做他該要做的事情 當時的孔子的北極星 孔子時代的北極星是這一顆 所以所有的星星感覺都在圍繞他打轉 為什麼啊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地球的自轉 地球有一個假想的自轉軸 假想的自轉軸如果指到那顆星 那你現在地球再怎麼轉 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看這些天上的星星 就會感覺其他的星星在動 但是那個自轉軸指到那顆星就比較不動 所以當時北極星是他 所以你知道嗎 他的中國星名 來再幫我關那個前面 靠我這邊的四顆關掉 好謝謝 所以你知道嗎 這顆星孔子時代 當時北極星是他 他的中國星名叫做皇帝的帝 那下面這一顆呢 叫做太子 你會覺得這不就是 當時那個封建制度之下 的一些最前面的最頂尖 最tough的那些人嗎 皇帝太子 來考各位的眼力 上面還有一顆 地的上面有一顆有沒有看到 這一顆叫做樹子 樹子是誰 樹子就是一樣是皇帝的兒子 不是不是 皇帝的兒子 只是沒有當太子的那一位 其他都稱為樹子 然後呢樹子 來樹子上面還有一顆 有沒有看到這邊還有一顆 這一顆叫做後宮 甄嬛磚 對不起沒有甄嬛磚 就是後宮 這些名字不是都跟皇上 以及皇上周圍的人有關嗎 其實不是只有這一塊 這一邊這一區 都跟皇上有關 那他是誰啊 勾成是誰啊 因為各位一定覺得勾成好難記喔 那勾成是誰啊 沒關係我講完就知道勾成是誰了 來我問一下 皇上每天晚上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這一點 又不錯 好為這個 給你加婚喔 翻牌 OK 不錯 我發覺每次答出來都是女生居多耶 女生有看後宮甄嬛磚 比較多還是什麼 對沒錯 皇上晚上要翻牌子 翻牌子要做什麼 是不是要選今天晚上跟誰睡覺 對不對 好 但是各位覺得翻牌子公平嗎 不公平 哪裡不公平 有人要發表一下意見 我加分嗎 你覺得哪裡不公平 不可能 要發表 然後可以舉手舉手發表 好不好 來你說 偷換 偷換 偷換不是主要的目的 通常不太會偷換 好來 試試看 因為他牌子板上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就想看 那也不一定 不是每個人 是只有皇上看而已 OK 應該也不是 每個人 皇上會先選自己比較常 喜歡的那幾個 可是牌子是蓋著的 他怎麼能夠選他喜歡的那幾個呢 最後一個人 來 牌子應該沒有所有的人的名字 那也不是主要原因 牌子沒錯 後宮加力三千 你要把三千個牌子擺出來 那個皇上光看都眼花撩亂了 不是 不是 因為他們選 絕對會是選 特別幾個 就是 他可能輪流一批 一批這樣子出來 絕對不會是全部三千多個 全部擺出來 最主要不公的地方是 我先問一下 端盤子的那個人 什麼身分 他是誰 太監 他是太監 他是太監 被賄賂 對 他可能會被賄賂 對不起 現在打了就沒有加分了 沒關係 OK 也就是說 今天第一個 太監也想要迎合皇上 如果皇上知道皇上喜歡哪個妃子 他可能在那個盤子上面的牌子 哪一個地方稍微做一定小記號 然後跟皇上講說 今天晚上你就翻我做記號的那個牌子 當皇上翻到他最喜歡的妃子的時候 很高興他就會賞賜這個太監 那同樣的後宮佳麗三千 他也希望說 欸 賄賂這個太監 你幫我做一點手腳 好 如果你幫我做一點手腳 如果我被選上了 我就給你多好的那個報酬 也是一樣 最不公平 你知道嗎 在漢朝的時候 就已經稍微知道 這種翻牌的不公平 所以 漢朝曾經有一段時間 規定 翻牌子 好 太監在這邊端牌子 皇上不能在這個地方翻牌 皇上要站得遠遠 欸 站得遠遠怎麼翻牌 你 然後 第幾牌 這時候太監可不可以隨便再翻一個牌 他用很長的東西在翻 唉唷好厲害 不錯 他要拿一根長長的釣竿 遠遠的這樣 欸 那麼長的東西 那邊 就不穩啊 又晃了晃去 欸 好 不小心勾起一個 好 勾起一個之後 這個端盤子的太監 就把這個牌子 拿下來 呈給皇上 皇上 你今天晚上就跟他睡了 那 請問 勾成是誰 那個端 勾成是竿子 勾成就是那個太監 因為喔 他從那個勾子上勾起來的牌子 拿下來之後 要 呈給皇上 雖然 呈不是同樣的呈 可是 呈情 我們等一下有事情要上 要呈情 也會用這個呈 對不對 所以今天把那個牌子 從勾子上拿下來 呈給皇上的那個人 就是他 他 就是太監 欸 但是 但是 剛才我們不是講 為政以德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眾心拱之 孔子時代認為說 皇帝施政的 那個用德性施政 所有的星星就會圍繞著你打轉 所以中間那顆星叫做地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所有星星都圍繞著太監打轉 那太監是誰 我沒講誰 你們自己去想像 我沒有說是誰 OK 好 所以各位也知道了 勾成是誰了吧 好 好 那另外呢 像五顆星 像W 或 麥當勞的M的 就在這裡 一 二 三 四 五 這五顆星 所在的這個區域 就是先後座 西洋的先後座 我們星座會用西洋的名字 但是星星我們會用中國的名字來命 來講 因為西洋的名字就是像 比如說這個北斗七星 西洋的名字就是 阿法星 貝塔星 噶馬星 都是西洋 就是以 一般來講是以最亮的叫阿法 第二亮的叫貝塔 阿 但是 北斗七星例外 北斗七星在 在世界各地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指標的星座 所以他反而是用這個牽頭 阿法貝塔 噶馬 以此類推到最後一個 OK 但是呢 這裡 我說我們中文不會 我們 就是我們中國這邊的人 就是 不管是中國大陸 台灣 或者香港 等等的 我們都還是會用中國西民 不會用阿法貝塔 星星的名字 用中國形 所以呢 來看一下這五顆星 分別是 王良 欸 對不起 我先 我這邊做動畫 忘記先做這邊了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北斗七星 怎麼找北極星 就是前面兩顆星 第一顆 第二顆 天旋 往天蘇 這個長度 這個方向 延伸 從這裡開始算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大概是五倍 可以找到北極星 然後另外呢 這 先後做這五顆星 中國星名是什麼 來 王良一 王良四 格道二 格道三 中間叫側 這是什麼東西啊 又是好奇怪的名字啊 王良 是中國古代很會駕馬車的人 格道 是馬車走的道路 側 你要讓馬往前進 是不是要側一下嘛 所以今天呢 皇帝要出巡的時候 就要有 會駕馬車的人 駕著馬車走馬車該走的道路 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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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